不过再来要关心新竹市的明湖路 昨天晚上警方他们接获通报说 有好多人都在开枪 他们马上去调查跟了解 原来调查下来 说开枪的是一位曾姓嫌犯 跟另外一位中型男子 他们两人之间有债务纠纷 就相约要谈判 结果没想到在街头先狭路相逢 双方人马就先发生了车辆追撞之后 曾姓嫌犯还跟他的同伙 在车上拿出震爆枪 朝对方开了数十枪后逃逸 一晚突然传出震震枪响 更夸张的是出现多名黑衣男子 他们从白色轿车下来之后 看起来非常激动 拿着手枪不断向前 子弹一发接着一发没有停过 大群同伙紧跟在后 三辆车站满车道 枪都开完了 几名嫌犯还不放过 随即上车继续追 附近居民目睹一切吓坏了 赶紧用手机录下过程 震爆弹留在地上 警方接获报案后 回到事发现场捡起弹壳 并调阅周边检视器 事发在二十号晚间六点多 曾姓嫌犯和中姓被害人 有债务纠纷 双方向约见面谈判 在新竹市明湖路 狭路相逢 两车先是发生冲撞 曾姓嫌犯和五个同伙 随即上车拿出震爆枪 朝对方车辆开枪 接着开车逃逸 非常嚣张 警方火速四小时内 逮捕嫌犯盗案 并起获作案的长短震爆枪 共三把不容二十例 当街开枪危害治安 华文新闻宽庄 明镜陈欣词新竹报道 哈喽我是林仙怡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